说到另外一点 有关于中国的这个疫情统计数字呢 近来一直是备受诟病的一点 但是之前呢 我的有一个在美国拍纪录片的一位导演 可能要找到我 说希望呢 对于中国现在的一些政治话题 他想拍一个纪录片 我最开始以为肯定是跟疫情相关的 后来发现不是 他想拍的是什么样的话题呢 就是之前在Propublica发表的一篇长文 讲到中国政府猎狐行动 他对这个话题实在是太有趣了 Propublica发表文章 例举了中国政府派海外的一些代理人 其中呢 甚至有一些是退役的美国警官 和曾经在美国执法机构工作过的一些侦探 对于在中国的一些海外异议人士 和中国政府认为的逃犯 进行我们叫做非官方手段 法律之外的这一些追溯 但是可能殊不知 这样的行为在美国看来 是非常具有侵略性的 FBI在近期通过脸书 和其他社交媒体正在寻求线索 什么样的线索呢 就是在美国受到中国政府指派人员进行骚扰 或者网络跟踪的讲中文的中文社区的居民 FBI在广告中表示 大家很多人不知道 所谓的跨国压制实际上已经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跨国压制不仅仅是跨国的追捕和追跑 包括是通过海外的代理人和其他的网络手段 对于现在在海外的中国国民进行的骚扰 那么这个来自这个美国媒体Axios这篇文章也透露 FBI现在列出的跨国行动的对象 不仅仅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政治异议人士 还包括新闻工作者 包括少数民族宗教团体 还有海外的留学生 这个问题呢 引起了大家很多的关注 第一呢 是大家不知道FBI为什么在费城发广告 那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的行为 但是呢 如果您是海外的华人 或者是曾经遭遇到 不管是国保电话 国保去骚扰 你在国内的家人等等 都会对于这个现象可以说 第一是有苦 第二呢 是难言 不知道到底在法律上清晰的界定是什么样的 有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先请和明先生谈一谈 到底什么是跨国压制 中国的这个跨国压制 在美国法律的这个体系范畴内 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 我首先要批评这个联邦调查局啊 他们在针对来自于中国政府的 对这个海外华人的骚扰 保护是不够的 很多的海外的华人 就是回到的这个中国 到达了中国国安人员 公安人员的这种骚扰的情况 是相当的凝重 那么美国的 抱歉听得到吗 听不到 好像我马上把这个电给点上 抱歉 好那我们继续来介绍 当然你这个你可以理解啊 因为美国的联邦调查局没有办法回到中国去保护这个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居民的权利 但是问题是在海外的在美国之处的美国的华裔公民或者是华裔居民在网络上这些人遭到来自于啊这个中国的或者是海外的各种事例的啊 攻击伤害啊联邦调查局在这方面呢可以说是做的相当的少啊 我在节目中间几次也提到这一点 现在联邦调查局正如开始了这么一个行动 这样一段行动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即算是在汇城进行广告 但是实际上联邦调查局是什么机构 就是联邦政府的机构 你在任何地方所被啊就是别人伤害 你都是可以向联邦调查机构了来来报告这个事情 包括它在汇城的机构 它也可以是这样 不仅只是你在汇城的这个居民 可能正好哎 汇城的这个联邦调查局啊 没有其他事情或者是专门把这个机构设施在这个地方 什么叫啊就是跨国制的 约国制啊 国制啊叫什么那个词怎么用的 就是跨国压制 啊什么跨国压制 啊跨国压制 所谓跨国压制就是来自于啊美国之外的啊 就是国际上的这种行为 美国的这个司法是这样的 如果这个案件它不涉及到跨州啊 一般来讲联邦政府本身接触的可能性很低啊 要么就是中大案件要么就是跨州 如果涉及到跨国家的话呢 联邦调查局是自然就是在它的权利范围之内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海外啊 就是在社交媒体这些年是不仅是成为了一个垃圾桶 而且是成为一个对人身造成伤害非常大的一个场所 但是美国的司法是跟不上来的啊 没有跟上来所以现在的联邦调查局开始啊执行这种一个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 希望大家在啊尤其是在推特上面 现在基本上成为了一个人身伤害的一个绝对场所啊 其实油管也是啊就是发表了一些议论的人 伤害了一些议论的人 如果你认为有可疑的状况 像联邦调查局局报告 正好是给他们一个啊调查的一个一个帮助 另外是我也警示那些呢就是在网络上用各种各样的义民身份啊 就以为啊可以伤害别的人不成了后果 包括你用真实的姓名任意的对人进行攻击 实际上都给自己的未来留下了一些啊麻烦 无论你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是在加拿大 还是在日本都有可能是的啊 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疑论来承担责任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疑论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并不等于有疑论自由 你就可以对人造成任意的这个伤害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认为联邦调查局 开始的这个行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 涉及到有关于跨国压制啊 大家可能知道有一种就是你本身是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啊 那么呢你啊通过各种各样的不管是网络手段也好 骚扰在中国的家人让家人逼迫家人对你进行某些施压也好 这呢显然是构成了违反法律的行为 但是呢有的人可能即使他并不是中国政府官方所指派的代理人 也可能因为某一些原因成为跨国镇压的帮凶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近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 博克利音乐学院的留学生啊 只有25岁 名字呢叫做吴小雷 哎他因为涉嫌通过网络 以跨州联络方式威胁一位支持啊 这个中国民主改革的一位张贴海报的一位同学 而有可能涉嫌非常严重的法律的处罚 根据美国司法部最新所公布的消息 现在呢联邦大陪审团已经对这一位叫做吴小雷的中国留学生啊 正式提出了起诉 如果被定罪的话 他可能面临的罪行是五年监禁三年预外监管另外呢25万美元罚款的处置 这个案件呢如果我们此前曾经关注到的话啊 对于吴小雷这个名字应该并不陌生 当时呢在校园或者在附近出现了一些支持中国民主改革的一些海报 比如上面写着我们要自由等等等等 而这一位叫做吴小雷的中国留学生就通过微信啊电邮啊等等等等 对于这些张贴海报的个人进行了言语的攻击 甚至呢在私信里面提出了身体伤害的威胁 说你再贴我就剁掉你的手等等等等 这一位叫做吴小雷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呢 还啊对于这个一位受害者说啊 说我已经把你啊举报给了国安部 说国安呢肯定会去找你家人的 同时呢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 找到了这一位张贴海报者的啊电邮方式和其他的联系方式 说大家都去啊这个人啊是一个反华分子 大家一起去攻击他啊 希望促动对于这一位受害者的骚扰等等等等 而美国执法部门呢也迅速介入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就把这一位叫做吴小雷的啊 这样的这个这个这个啊中国留学生给逮捕了 而伯克林音乐学院呢现在是啊暂时注销了这一位中国留学生的国籍 应该是啊暂待下一步司法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程序 哎有关于吴小雷这一位这个留学生啊 哎小杨我想问问你他的信息你还了解哪哪些 对于这一位叫做吴小雷的留学生的这个事件你是怎么看的 我首先是觉得我呃你说如果说那最后我们通过调查发现 他是一个受到一个很明确的雇佣或者是说一个有意指使去做的 这么一个行为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很合逻辑的 但是如果说他包括他去私下海报啊或者是说他有这个啊私下传单 或者是进行一个人身的伤害威胁 这在我来看是一个那很难去理解就按我自己的一个逻辑很难去理解的这么一个行为 因为这这个一个受过正常教育的一个人那会有会有一个这么直接的威胁 而且他是通过网络把他的这个信息给公开发布了出来 呃我自己是很难理解因为我从我用网络到现在我记得的可能是最警醒我的一句话就是网络是有记忆的 你发过所有的东西都会在网络上留下痕迹 哪怕你把最原始的信息删掉了 但是很可能在某个角落你这个信息已经被人复制掉了 对对 这个吴小雷呃无论他的本意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呃没有没有经过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一个前后逻辑的一个行为 那他是不是呃有人去呃呃缩使或者是说他的本意是怎么样的 或者是说他呃这个是不是在中国有一个在战狼外交的影响下 那么会有一批这样的在中国海外的年轻人 嗯会有这样的行为 呃但是呢通过对吴小雷本身的这个逮捕以及这个起诉文件的公开 嗯呃我更关注的是能不能起到一个震慑作用 或者是一个公开声明呃世界会像这种这种呃战狼志愿者一样的行为 说不或者是说会对这些人采取行动 这是我最关心的 我觉得他们像吴小雷这批人的话他自己自身也是一些牺牲者 就是他是一个呃比较畸形的民族主义教育的一个一个结果 就是呃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呢他总会觉得这个我们老是被欺负 你们外面世界总是在欺负我 他有一个被欺负者的心态 然后你再贴一些这些海报让我的 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海报好像也没有特别攻击谁对吧 他只是说我们要自由啊什么的对吧 但是呢他就会觉得你这个海报让我的祖国面子下不来啊我我得被被一定的伤害啊 你看他这个海报最后还是stand with chinese people 就是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这应该在我看来是个挺华的一个怎么怎么变成了一个反华的口号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呃可能在这个吴小雷同学看来的话 就是你让我的祖国面子下不来 那么你怎么样才会有这个一个感觉呢 就是你必须要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欺负者 我发现很多sorry很多这个中国的呃一些年轻人的话 他都在这种畸形的爱国主义教育之下 呃有于这样一个倾向就是你你如果把中国1840年以来的这些历史 你用一种受害者的心态去灌输给他的话 大多数人年轻人啊我想没有一个反思之后的话 他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是被世界欺负的 今天我站起来了你们还想欺负我 所以他一直有这个有这个东西 另外呢还有就是他对美国的法律可能不熟悉 呃他也他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我说 呃您说 呃对呃我觉得大家的批评啊都是认为他接受了扭曲的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啊 其实爱国主义教育都说都是扭曲的啊 哪个国家其实都差不多差不多多少啊 中国是一个贱自卑又自狂啊有时候啊要扭曲自己的历史 或者扭曲自己的民族情感来满足自己的这种情况 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在每个国家都大成小异啊 这不是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互联网的世界啊 固执给了大家一个啊放纵自己的一个机会啊 美国也是这样啊那中国就跟不用说了对吧 啊中国一方面压制不同的这个声音但是另一方面那些疯狂的攻击美国伤害美国或者啊扭曲西方的这种信息得到蔓延 那当然可能会多大可能上会影响他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事情啊 啊它还是一个独立的司法案件通过这种独立的司法案件让我们知道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什么地方 刚才小小杨讲的很对很多人我以为啊在网络上我用一个匿名 我用一个代理呼吸器啊我用一个什么什么的技巧啊能够呢掩盖我的这种犯罪的这个这个行为 学想犯的行为实际上的这个东西不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同时也会慢慢扭曲你的这个啊这个心指啊啊这个我认为是互联网本身啊在作长的这种行为 我们知道最近几天从广州从巴黎啊然后再到温哥华都发生了一些罪案 通过这个罪案我就一直在思考一个东西我们当然很简单的说啊 这是包袱社会或者是怎么样啊但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在进行犯罪行为的时候 它是有两点情况一个是社会的诱因啊不正确的这种思想不正确的心急 可能是扭曲你的认知还有一个它就是有一种遗传的基因或者是呢就是使它有一种 避免犯罪的这种可能性那么这个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健康的社会 就是应该用司法用社会的教育来去纠正这种犯罪的这种行为 但是中国的这种社会的有些教育 确实做到了这种行为 但是美国没有吗 美国一样的是存在这样一种一种状况 互联网就是美国发起来发明的推动起来的 但是互联网能够泛滥成灾 那美国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 美国政治现在走向这么一种对立这样一种伤害 就是让那些本来在原来的情况之下 它有门槛的新闻媒体变成了一个任意发现一个场所 做成了这种行为 但是很不幸吴小来他是一个中国人 他这个中国留学生在这个里面有了很多的这个政治的元素 所以呢他这一次就被追究了这个里面的政治背景 大家不得不注意的这一点 那么他当然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但是在美国的这个社交媒体只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进行这样一种 网络上的一种伤害对方吗 相当凝重 所以我觉得联邦调查局也好 联邦取搜也好 一方面要注意到他的中国人的一种身份 但是另一方面也注意到这种行为 在美国是不是一样的很凝重 为什么那些人没有被追究 而吴小莱被追究了 我想补充一下这儿就是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这个在美国所谓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儿 什么时候你什么话你是可以说什么话你是不可以说 在美国呢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叫如果我判定你这句话是有明确的即刻的危险的时候 这句话就是没有不享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了就不再享受这个言论自由了 比如说我跟你我们俩吵起来了说你等着我明天就来杀你OK这句话就变得变成了一个非常的明确的即刻的一个威胁 你会对这个受害人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扰 因为我会觉得我受到威胁了第二天我可能都不敢上班了不敢开门了 有这样的话那一定就会跨过了这个边界但是但是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一个国家 自由主义里边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他对精神伤害我们经常看到说精神赔偿精神赔偿 其实不是他对精神伤害的界定是比较模糊的或者说他原则上是否认有精神伤害这个这个事情的 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们俩骂战我骂你八代祖宗啊什么很脏的话骂你 这个在美国起码在自由主义这个上面他没有过界你不能用这个去起诉说对方骂我 哎这个给我造成了精神伤害这个不能说你肯定打不赢官司也有可能赢的也有可能赢的 如果骂的太厉害的话也有可能赢的但是这个一般不作为美国法院来评判你伤害的这样一个标准 但是如果你的语言确实有即刻的明确的威胁的时候你一定是跨过这个界了 这个攻击的话就很容易给你自己带来官司 所以这个界限我们在美国生活的话需要知道 对这一点我觉得Eric补充的很对 因为在美国的校园里面要尊重第一是言论自由的原则 言论自由的原则就是胡说八道也是某一种言论自由 这个相对来讲边界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 但是从这个吴小雷的从现在司法部公布的他的资料来看 有两点是明显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边界 第一是直接威胁说把你的手剁下来 那这个在我看来是直接的对于对方的生理上伤害的威胁 第二是我把你举报给中国的国安部门 他们肯定会去找你家人的 这个是威胁自己在国内家人的安全 就是这两点明显看上去是已经超过了言论自由应许的范围内 那么如果你就是一个爱国青年 如果你就是不喜欢别人对于现在中国这个这个这个领导体制的批评怎么办呢 那你你到学校里面你也去这个发海报 你也去进行街头演讲 你也去组织公开的辩论 其实这一些呢都是美国校园里面允许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但是一旦你的这种行为变成某一种武器化的行为 对于他人以及他人的家人直接造成了安全的威胁 那么性质就十分严重了 那有关于到底应该在美国的大学里怎样进行不同政见的辩论 实际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察点是什么呢 就是有关于以色列问题的辩论 那如果您是在这个美国大学里面读过书的就知道 但凡是涉及以色列的问题在美国大学里面 请的这一位演讲者是支持以色列的也好 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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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支持以色列的也好 一定会有一场大辩论 这场大辩论呢往往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肢体的冲突 会出现出现一些抗议 在美国的多所校园里面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不管是亲以色列的一方还是反以色列的一方 实际上呢因为他们是长久处理这个跟这个政治问题相关的言论 以及表达往往都能做到在边界范围内 我至少我自己极少听说 我有一些出现直接对于对方啊进行身体上的威胁 你再怎么怎么样啊 我就伤害你家人的安全 似乎呢没有出现这样的话语 所以到底怎么样进行激烈的辩论 同时又遵守言论自由的基本规范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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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